好 我們來看看示範2-6-1 也就是這個圖形 包含標尺寸 我們看看怎麼做 開新的圖檔 好 來 開始 首先他右下角 把相關的東西把它開啟 最近點不要勾選 待會我們抓關鍵點 比較好抓 往下直徑 直線長度80 先畫一個大的正方形 每邊長是80 再畫小正方形 邊長是20 所以 就用這種方式去把它畫小正方形 好 他點選聚合線 一樣是20-20 記住在拉的時候 然後 長度 四個角 都把它完成 畫成小正方形出來 直接大到鎖點 這樣就拉到中心點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很順利畫出 四條斜線 再拉 對角線 你竟然叫做選取 不要選取 不要選取 好 滑推角線之後 然後 再拉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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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標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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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是選邊 選邊的時候 你在往下拉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幫你標長邊 這樣子 OK 我們看放大一下 嗯 好 沒有錯 好